粉丝留言问我 小胡 我前几天办完35万落地 刚提完奥迪K5R40版本 结果被朋友嘲笑说 不如他35万买的福特探险者车不好 还说奥迪车子就是买个车标 啥也不是 给我气完了 小胡子你说一说 35万买奥迪K5R是不是比探险者好很多 那么这俩车中的各有点和缺点 让我小胡子选 我会选福特探险者 探险者是和家庭使用 喜欢开大车子的空间大的人 但是油耗品高 好在加932汽油 奥迪K5R适合一层式精英白领去开 但是现在的奥迪K5R 虽然不如以前的奥迪K5了 就是更换了拖身式机油插入器嘛 换上了冠状垂尺电的插入器 也换了财富的AT变入箱 现在是7档实质双零盒 虽然不如以前那么有实力了 产品力那么强了 但是现在产品力也不差 毕竟还是MLB 重置豪华平台打造的 和奥迪A6 A8 Q7是同平台 重置的发动机变入箱 前后多灵杆独立寻架 也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开起来呢 底盘的杂质本支援性和根据性都很好 缺点是啥呢 简配厉害 那是意味很大 很多配置都需要你单独画权去选装 但是论加速 还有操控 它底盘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绝对是奥迪的一个风格风产 那么福特探险者这部车呢 地位是中大型SUV 至于基于福特CD6 重置平台打造 也是重置平台 和林肯飞行家是同平台 有6桌7桌 后驱和四驱可以选择 空间更大 搭载2.3T 福特这种研发的第四代 涡轮增亚发动机 276的马力 动力很好 但起步加速呢 肯定是没有奥迪 可以玩跑得快 加速快 大众的发动机嘛 就是加速快 不是它的特点 但是比后劲的话 福特的发动机 绝对是老老的 后劲十足 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衰减 比如说过了100公里时出的加速 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动力衰减的 但无论是四驱在步 还是跑高速长途 福特筋者 就是一个这稳 相当稳的 高速还是探险者更给劲 四驱开肯定是奥迪克5R更灵活一些 它也有点流入一部种 并且油耗频高一些 发动机呢 它使用大过量的温轮 后继十足 匹配 不给个黄纳四驱系统 可以使得前后轮50比50的动力扭力 匹配 所以说 如果说你家庭使用 偶尔翠六的玩 它的轻松越远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更适应家庭使用 如果是你经营三下班 白远去选这个车呢 四驱在步 女士或者 我借你选的奥迪克5R 那么市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义 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